台南安平老家是我有记忆以来的第一个家 接近30年的时间 念旧的老爸老妈就这样一直住在这里 没搬过家 我上台北念书出社会多年后南漂回来 客厅的模样一点变都没有 我爸也在这张木沙发躺着看电视25年了 爸妈一直以来都没有在家享受过松软的沙发 刚好老家的客厅刚换了新电视 趁这个时候我和爱玲决定 一起帮这个四平多的客厅换新的沙发 而且是客制化的电动沙发 我家的客厅只有四平 很难坐L型的大沙发 因为我家的男人都很喜欢半躺着看影片 电动沙发可以调整角度的机能就很适合 真的是跟阿公学的 这是我们特地来新装的斯托家具 斯托他们家主打客制化的电动沙发 特别是五金电机的选用和品质水准都很高 那这张比较特别是一般电动沙发就是脚延伸之后啊 腰部才会带出来有支撑的效果 那他这个是直接腰部这边 可以从地来做的调整 他跨脚不用延伸没有关系 所以他会有三个按钮 所以他只有三段 脚跟腰这里跟头部这边 大爷毛大爷 他连那个电动的做数也可以选择 怎么办 如果只选一座的话是比较便宜一点 但是呢就是另外两个不能动 我觉得选一个就好 其实我觉得选一个就好 没有这么多人同时要在沙发上使用这个功能 如果选这个这种电动沙发的话 他的后面也要有点深度 5到10公分就可以了 5到10公分 这个电动沙发的话中间的 他要动的话要怎么动呢 那他操控的话会在这个坐垫接缝子 手伸进去的话他会有圆形的铁片啊 然后触碰式的 碰到他就会移动 12可以电动或是13可以电动这样子 脚太高了 你现在是当你家啊 我完全支持你可以买睡觉的沙发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们吵架的时候你就睡沙发 妈的 这很棒耶 我可以睡沙发 我刚听完他的介绍就是原来电动沙发的种类 跟他的设定就是都可以客资化 比如说刚刚那个是三段的嘛 然后腰还有脚是可以分段控制的 但是比较贵一些 他也可以选两段式的 就出现选择障碍了 我这样直接躺也可以 为什么一定要电动沙发 你喜欢的腰的挺的程度 跟我喜欢的挺的程度就不一样 客资化自己最舒适的环境 那个地方是要开车还是要 它有点小距离 还是开车会比较方便 你这样在问人家那个餐厅要吃哪一家是 重要我从早上到现在 我连刚在车上我都在工作 接下来到底这个沙发变成什么样子呢 就期待成品出现 我们的电动沙发来了 我妈以为它有按摩的功能 旧的沙发我们要搬到一楼了 哇这个沙发其实也陪了我们快30年喔 快30年的沙发 跟你说再见啦 辛苦了 现在这里要做一个亲手的动作 等一下再把这个沙发搬进去 很难得看到我们家客厅突然间变大的感觉 而且我算过我们家客厅其实只有4坪左右的空间而有 另外一边是Yuki的房间 然后这边是厨房 Yuki 你有新的沙发可以做啰 这样就不会去撞到木头的 这么好玩 我们家的家具要从这个楼梯搬上来真不容易 辛苦了 然后我真的建议大家如果 之后要装潢地板的话 就不要用这种有高低落差的 因为它整个局限了我们家客厅的这个空间利用 哇我们沙发进来了 等下会把这两个组在一起 我们是做单边的电动沙发 这边就是一般的底座 电动沙发的机构都坐在这边 这里面就有一些轴层啊什么的 我们选的电动沙发是斯拓独家采用的 顶级意大利原装Motion电机 数据来看 电动沙发机械最快移动速度是50mm per second Motion自行研发的五金电机在实验室通过国际认证 沙发是会用10年以上的家具 都要用电动沙发了 选品质耐久稳定的电机品牌不会亏的 然后你看不只上来而已哦 如果你再继续按的话 它会继续往前 我们来看看它可以最长的到哪里 Yuki 来 Yuki 躺下来了 我们在设定它跟墙壁的距离的时候要注意它 因为到最塌的时候它会有这一段 所以不能距离墙壁太远 Yuki 沙发来了 沙发布料我们也做了升级 选用号正黑科技材质的诺捷布 就算沾到咖啡、红酒之类的 用清水、肥皂、超细纤维布就能擦拭干净 除了透气优秀很适合闷的台南 通过纺织品五毒认证Occotex Stand-up 100 对家里小孩也很安全 哦 这个Yuki可以安全降落 我们还帮师傅买了便当 因为他们特地从台北下来 旧的沙发就先放在一楼这边 辛苦了 老爸这样可以吗 好像躺了就要睡着了 我们还会特地为了Yuki去铺了这个沙发店 不然的话 Yuki在这边吃东西啊 或是口水什么的 就会弄脏沙发皮 有点不舍 其实我们原本就看沙发是以我们新家来当的 是以我们新家来当的考量的 但后来发现说 我们新家要要状况好超久以后了 那更急迫要换沙发的 其实是我们现在这个台南老家 Yuki你遮到我的荧幕了 所以我们跳沙发的方向就变成 把我们的老沙发 木头的沙发都连旧旧的直接换掉 超过二十五年 这边刚好就已经 来了 所以超过二十五年了 我从小真的就是坐这个沙发长大的 你放在老家吗 那我最后选的这个是大两人坐的沙发 总宽度是215公分 大家可能会觉得说 这样的沙发放在我们家客厅是不是有点小 但不会真的客厅电视前面这个区域就是四平多 我觉得选电动沙发真的很重要就是它的品质 我觉得如果你家的屏数没有非常大的话 非常非常适合电动沙发 不对应该说大屏数或小屏数都非常适合才对 因为电动沙发呢 它延伸出去之前呢 它就是一般沙发的大小 然后呢 它又有一个可以让你延伸出去 变成躺下来的这样子的机制在 如果你家的空间没有非常大的话 电动沙发是一个拓展机能 非常好用的东西 然后如果你也想要试试看电动沙发的话 我真的建议大家不要去剪便宜 就是要选品质好一点的 沙发是一个很重质感的东西 如果因为装了电动的装置 而让做起来的质感有些奶油的话 那就本末倒置了 像斯托他们家的这个电动沙发 按起来啊 不管是上面或是下面 移动起来都非常非常的滑顺 如果电动沙发的品质不够好的话 我也会担心说用久了它会不会比较容易坏掉 或者是说它里面容易生锈啊等等的 斯托他们家在这一点的品质把关上面是做得蛮好的 就可以扭挡住 扭挡住了 过来 可能是因为我之前是机械工程师 所以我对于这些移动式的机械的小细节 会特别在意一些 当然我们老家这个插座的位置是可以再调整一下 电动沙发它是需要插电的 所以它有一个自带的USB孔的功能 手机充电就非常非常的方便 因为我只有做单边的电动沙发而已 如果是双边都做的话 那你就可以想想 两边都有USB孔可以插电 然后呢两边也都可以这样子移动 超爽的 只是价格就要再往上拉一些就是了 这边可以再称赞一下斯托 因为他们家不管你是要单边双边 或是左边还是右边 斯托都可以帮你客制化电动沙发 像我跟爱玲还有我们家讨论之后 我们其实不太需要两边都是移动的沙发 因为比较会用的就是像我爸 或是我有时候想要休息或是躺着这样子看电视 但是呢一般来讲像我妈跟爱玲还有Yuki 就不太需要这样的机制 所以另外一边呢我们就省预算 省了一万多块的预算吧 直接让它就没有电动的功能 这样子用起来呢算是在预算还有机能上面 达到一个还不错的平衡 布皮还有整个形式跟松软的程度 你都可以做完全套的客制化 像我们家选的这个手幅这个宽度 是我特地去选的 因为它够宽 所以有时候可以拿来做一些边机的功能 斯托他们家这个沙发进来之后 把我们家的客厅算是改头换面 刚好我们家又换了65寸的电视 整顿了一番之后 整个客厅变得现代化许多 最后一步应该就是把地板铺成木地板吧 这个老家改造计划 如果之后有要再动工的话 再用影片跟大家分享吧 好啦那这就是我这次换电动沙发 帮老家改造的计划 如果大家对电动沙发有什么想法的话 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我因为才刚开始用而已 所以可能有些前辈可以分享一下你的心得 如果你想要看我们老家 各种工期他的影片的话 我可能会把连结放在资讯栏吧 大家有兴趣的话就可以去看一下 那我们新架装潢的进度 也在鲁鲁鲁鲁鲁的进行当中 其实木地板已经铺好了 然后订制一些家具进去之后 会再拍影片跟大家分享 那我们就下次影片再见啦 拜拜 梅西超强的 你刚刚看到那三角直接踢进去 太夸张了吧 怎么还有乌鱼纸下韭菜啊 这是我爸在吃的 台南日常 晚上12点了 我们一起看秋山 今天是宝宝睡觉的时间 呵呵